台北市卫生局抽驗生鲜蔬果农药残留量 50件产品中有4件不符合规定 分别是莲物、荆棘、结球白菜、草莓农药超标 可处责任业者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还 并且要求下价不得返售 市卫生局我们其实定期都会到市场 还有蔬果零售商超市卖场等等 来进行一些生鲜蔬果的一个抽驗 那2到3月我们总计抽驗了50件产品 那其中有4件减出冬药残留不合格 不合格率是8% 那这4件产品的话分别是莲物、荆棘、结球白菜跟草莓 那其中莲物、荆棘跟结球白菜这3项 是我们所谓的高风险的一个产品 因为其实近年来我们台北市在抽蔬果的部分 我们在每个月都会尽可能去选择高风险 所以高风险就是有可能在历年来的 全国性的抽驗结果在这个时间这个季节 它的不合格率比较高 所以以这样精准的抽驗方式才可以有效的去 二指一些不合法的产品在市面上流通 那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一次的击查过程之中 发觉有一些摊商他没有办法去交代产品的一个来源 那这部分事实上用食安法47条是可以处3万到300万的一个罚款 卫生局表示市面上抽驗属于终端管理 唯有源头落实正确实用农药才能有效减少农药残留的问题 半周业者要将产品源头生产地保留 以利后续追查产品来源 并提醒民众购买当季蔬果 并以流动清水多加充洗 降低食用到农药的可能性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